一片海防衛在中正區的博愛路上 有一棟建築物 像是經濟獨立特別高 這一棟31層樓高的建築物 因為它臨近於總統府附近 但它不在博愛特區 不過它也就成為了 附近周邊最高的一棟建築物 除了有總統府周邊 還有中正紀念堂 再加上生活紀念好 也讓這棟豪宅建案 在別的豪宅價格崩跌的時候 還逆勢上漲 轉手賣的屋主 口袋都滿滿滿 像是26到27樓的樓中樓 屋主在持有9年後 在2017年1月以2.56億元賣出 獲利近3000萬元 也就是可以買下18台德國進口車 再來看到另外一筆 今年7月的最新成交價9樓的房屋 屋主持有10年後 轉手賣出賺了1588萬元 還不只這樣 這棟樓的7筆二手交易價格 比一筆都賺 也讓外界好奇 是不是因為豪宅 應該在總統府附近狂跑加深啊 以總統府國外特區這附近的建案來講 其實它還是會受到大環境景氣的影響 因為我們知道 當房市整個大環境景氣不好的時候 覆巢之下是沒有完軟的 即使沒有正相關 不過哪些區域的豪宅最抗疊 專家報理在 第一個就是你要位在相對來講 比較精華的地方 也就是說傳統的豪宅區域 第二個地方 第二個就是你產品本身要有 有區別性 專家說買房只要記住一個要點 就是產品要夠有獨特性 在無可取代的好地點 就能像這個建案一樣 房價冰河其中 別人冷嗖嗖 只有我的房價沒有寒冬 記者震仁宗兩碗余台北 蔡鳳報導 記者震仁宗一的 可能會刺激